出道近20年的台湾组合 5566首次在高雄巨蛋举行演唱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演唱会延期了近半年 终于能够开场 他们都报复式火力传开 令场面火热吹爆 这晚最大的彩蛋 莫过于黄仁浦14岁女儿 莫莫的出现 因为女儿是韩国男团BTS的粉丝 先前在台北小巨蛋演出时 黄仁浦为了莫莫苦练BTS的舞蹈 演出大获好评 这日女儿就很贴心 透透录了一段窩心的片段 带赞爸爸给BTS厉害 令完全不知情的黄仁浦很感动 在五星期中可以比BTS还好 希望我爸可以顺利圆满地 完成他的演唱会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 还有尖叫声欢迎我最帅的老爸 王仁浦 怎么会有这一段 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一段 最后真正气育上场 就是洛洛踢馆上台和爸爸斗舞 我们赛,比赛! 洛洛!洛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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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晚五五六六热唱了很多他们的经典作品 全场都跟着大合唱 勾起大家的集体回忆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 更出悲哀 我以为是成全 你却说你更不愉快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 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 也忘了告诉你 失去的不能重担